有一天晚上 她突然來找我 說什麼事情這麼長期 我沒有要找我 怎麼這麼多錢 你不用管這錢為何 你這老人家 這是阿勳的給我們錢 你聽人家告訴你 你就告訴我 這錢是你最愛的 我記得什麼都別說知道嗎 你說什麼 你別害我怕好不好 後來我才知道 她為了幫阿勳籌手術費 情急之下居然去偷 老闆的錢跟存責 誰都不相信 平常那麼重視民生的她 竟然會做出這種事 如果我知道那筆錢是偷的 我就不會收了 快走啦 都給她處理啦 你給我聽好 大溪不是你的家 你永遠都別跟我回來 滾 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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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不想走 快走 那我需要這塊的老闆 他就這樣打算用自己的下半輩子來贖罪 一個人扛了所有的事情做了三年的牢 便出獄之後也繼續躲你們躲得遠遠的 好 怎麼這麼傻 一個人 哪有什麼不可以參加的